欢迎收看小高 郑亲文挺强的 首次进入WTA年终总决赛 在小组赛第一场 郑亲文输给了女单世界第一的萨巴伦卡 在输球之后 郑亲文想要晋级的话 就必须要赢下小组的第四 第五号种子 连续对阵强敌 哪怕郑亲文的世界排名更高 但是郑亲文想要完成也是有不小的难度 11月6日 郑亲文迎来了小组赛的最后一场 这一场比赛 郑亲文只有击败意大利选手保利尼 才有机会锁定小组第二名 在此前两者的交战中 郑亲文保持着全胜 而这一次的对决 郑亲文依旧是强势的一方 他最终2比0击败了保利尼 以二胜一负的成绩 锁定了小组第二进入了年度总决赛的半决赛 此次进入年终决赛半决赛 郑亲文也是创造了多项记录 首先 郑亲文创造了首次进入年终总决赛 就进入了半决赛的记录 他是首个做到这一 点的中国球员 第二是 郑亲文追平了李娜 他是历史上第二个在年终总决赛出现的中国球员 第三是 郑亲文依旧保持着对阵保利尼的全胜 两者的交战记录是郑亲文四胜零负 第四是郑亲文如今依旧有着意大利克星的记录 生涯对阵意大利球员20战保持着全胜 在进入了年度总决赛的四强后 郑亲文也是摊牌发声 郑亲文表示 那已经是11年前了 我很自豪能够晋级年终四强 随后 郑亲文官宣决定 那就是 因为来到总决赛的时候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这是我第一次入围 我只是告诉自己要享受比赛 我将全力以赴去冲击年度总决赛 在进入了年度总决赛的四强之后 郑亲文已经拿到了400个积分和103.5万美元 如果再进入决赛的话 郑亲文可以再拿到127万 如果最终夺冠的话 奖金可以再增加250万 而就现在到手的743万奖金 郑亲文需要缴纳给网协11% 然后支付相关的税费 经纪人团队费用等等 郑亲文最终到手的奖金 在380万人民币左右 数字感人